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以利亚说 你起来 你去见这个亚哈 亚哈他正要下去得拿薄的葡萄园 现在正在那园里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杀了人 又要得他的产业吗 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狗在哪里舔拿薄的血 也必在哪里舔你的血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 我们其实慢慢已经看出来了 在整个北国掌权的是以斯 这个是耶喜别 因此他刚对亚哈说 你起来 我已经帮你搞定了 你治理一个国家 你连要一个葡萄园都拿不到 我帮你处理了 你起来 你现在就去拿葡萄园了 这个纳博 我已经把他处理掉了 这边也是耶和华对先知以利亚说 你起来去执行命令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出耶喜别是在国中真正掌权的 那有人曾经开过一个玩笑 之前这个辩哈达亚兰王 不是来威胁这个亚哈说 我要把你的老婆跟你的小孩夺走 你要不要 亚哈说好 有人说 因为耶喜别管他管得很凶 所以他巴不得这个辩哈达把他老婆拿走 所以他就不用过苦日子 那这是一个笑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二十节 亚哈对以利亚说 我仇敌啊 你找到我了吗 这两个是死对头 他回答说 我找到你了 因为你出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说 我必死灾祸连到你 将你剪除 凡属你的男丁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 都从以色列中剪除 我必使你的家 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 又像这个巴沙的家 这是两个之前两个朝代 就是耶罗伯安的朝代 跟巴沙的朝代 他们都因为 神在卑微跟尘土中抬举他们 他们却怎么样 他们却背弃神 神就审判他们的后代 让他的儿子那一代 就全家死光 被那个篡位的人杀了 而案例也是一样 他也是在乱军之中 神拣选了他 然后后来夺得国位 然后呢 所以呢 神就宣判说 雅哈啊 你的儿子也会像你一样 你们全家都会被死光 就像耶罗伯安跟巴沙的后代一样 二三节 论到耶席别 耶和华也说 狗在耶斯列的外锅 必吃耶席别的肉 凡属雅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因为从来没有像雅哈的 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受了王后耶席别的耸动 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 行了最可证悟的事 信从偶像 而神审判这个雅哈是因为他自卖 他把自己出卖了 把自己卖掉了 这是真的是充满的讽刺 他本来是北国的国王 可是呢 他却把自己出卖了 他去这个让希顿的巴黎的崇拜 这个在北国昌盛 他让耶席别在国中掌权 然后呢 跟他对比的是谁 好人 拿伯 拿伯说 对不起 这葡萄园是我的祖产 耶和华有规定 这不能卖 拿伯为了耶和华 拿伯因为敬畏耶和华 坚持不卖 而这个雅哈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卖了自己 他把北国卖给了巴黎 他把北国卖给了耶席别 所以他是自卖 自卖就算了 还让整个北国陷入咒诅里面 因为北国人就离弃神了 原本这个雅哈的爸爸案例 他在乱局中 后来当了国王 所以他登基之后 他就特别的 尽心尽力的 侍奉耶路波安的金牛犊 而雅哈上台之后 他觉得他爸爸尽心尽力 侍奉金牛犊还不够 他决定再加一个巴黎崇拜 那这就是这个雅哈 让整个北国以色列陷入罪 里面的一个上帝对他的愤怒跟审判 那我们也讲到说这个 耶和华三班两次 用神人啊先知啊 也包含以利亚 来警告 来甚至审判这个雅哈 但是也三班两次帮助他 让他的国家免于灭亡 那这一次又透过以利亚 来责备和审判雅哈 那雅哈上一次被这个 先知责备 他就闷闷不乐的回皇宫 他有感觉 这一次又被这个以利亚审判 他就怎么样 27节 雅哈听见这话 就撕裂衣服 进食 身穿麻布 睡卧也穿着麻布 并且缓缓而行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雅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 你看见了吗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 他还在世的时候 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 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 我们看见雅哈 因为耶和华 借着以利亚给他的审判 他就 里面就在神的面前自卑 悔改 穿麻衣 禁食 走路无精打采 表达他的悲痛 看起来 雅哈就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 雅哈他没有杀掉任何一个 耶和华的先知 都是谁杀的 耶喜别杀的 雅哈他再怎么想要得到 拿博葡萄园 他也不敢去杀拿博 谁杀的 耶喜别杀的 这些先知神人三班两次 跑到雅哈面前 骂他 审判他 雅哈从来也没有像 耶罗伯安把手指出来说 来呀抓住他 也没有 雅哈他就是一个 是三心二意的人 就如同那个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对以色列百姓说 你们就是三心二意的百姓 雅哈就是三心二意 耶和华明明把仇敌 这个敌人 雅兰人交他的手上 他也是三心二意 就放了他 他的心一直不坚定 他一直没有办法 用坚定的心 来行使耶和华给他的权柄 好好尊主为大 来治理这地 他不是一个 有信心 也不是一个有坚定的 这个 对神的信心的人 以至于他无法 正确的使用他的权柄 他就把自己卖了 卖给了巴利 卖给了耶喜别 弟兄姐妹 我们要引以为鉴 神要我们生养众多 然后呢 遍满地面 最后呢 治理这地 我们若不好好来起来 来治理神给我们的产业 家庭 侍奉 事业 仇敌 就帮你治理了 哇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要做一个 对神交账的人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